大家好 又到周末了 大周末的我们就不做什么严肃话题了 我们来怼一怼人 尽量不带脏字 尽量 怼什么呢 前天我不是做了一个视频吗 讲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跟中共决裂的事情吗 就有很多朋友在视频上面留言 跟我说蔡霞是反习不反共的 你不要被他骗了 我不是要怼你们 但是昨天又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推特链接 说油管一个大逼在推特上怼蔡霞 以及支持蔡霞的人 或者说那些说蔡霞很了不起的人 说蔡霞怎么了不起的 因为他给人民做过什么事情等等 这个事情我具体讲了什么 我们后面还会再说 我们就来说这件事情今天 看过我上一个视频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怎么看待蔡霞教授 以及他跟中共决裂的 如果你真正详细地看过他 比如说接受BBC采访 美国之音采访 还有德国 德国什么电视台采访呢 你看他的言语里面 你可以知道他确实明确说了是反中共 中共是僵尸 中共是要走向末路 是不能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 当然了他也尤其把习近平拎出来说 但是并没有脱离掉这个语境 这个并不影响他很多关于中共的一些论述 尤其是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他在于 讲到中共关键是邓小平80年的时候 4000人大会 根根是从这儿的 就是说他没有充分反省文革 以及文革之前的很多内容 所以在这点上我是特别有共鸣的 所以我在做结论的时候对蔡霞教授是以保为主的 我还是以保为主的 当然了我能够理解很多人说 你对蔡霞不能碰到太高 你要小心他呀 对他提防一下呀 毕竟是共产党出来的人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从一个道德高度 或者从一个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我打算从一个实际的效果 或者实际的方法论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海外的华人里面对于共产党 不管他是支持中共的还是反对中共的 他们对于共产党中共的认识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尤其是在反对中共的认识里面 第一类就是认为中共是无比强大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越来越强大 所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大乃武力量 第二类觉得中共是末日将至 已经垂死挣扎了 所谓加速主义 就是他正在加速迈向自己的终点 第三类就觉得中共现在跟他的反对力量 不管是西方也好 还是反共的华人也好 这两者之间他们的力量是均衡的 五五开的 是胶着的 然后这个时候任何有一点变化 都会导致天平发生一个倾斜 基本上无外乎就是这三类 而对于蔡霞我相信所有的人 不管你对他什么态度 都认同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叛徒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到底是真心的叛逃 他还是过来卧底的 还是只齐强的 过来以后看看风向的 好 既然这样对于蔡霞这整个事情的一个概念 就可以简化到 就是说在你对中共的认知框架下 你该如何去对待蔡霞这样一个降降 简单吧 我们来看第一种 就是你认为中共是无比强大的 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我以前引用过三国里面的曹操和袁绍的 关渡之战里面许优新业投曹操的这样一个典故 当时曹操跟袁绍的 曹操不管在军力上 还是在形势上 尤其是在粮草上 是非常不占优势的 可以说是绝境了 这个时候突然强者方面来了一个许优来投靠他 曹操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鞋子都没有穿就出来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已经死路一条了 来了一个救命稻草 我来什么我就拿什么 我先管他 我先拿下再说 但是你说曹操就是对许优是盲兴了吗 他也不是 他一开始留着无数个心眼 我冰凉仁池一年半年 到最后实在瞒不下去了 但是曹操有没有对许优有保留呢 有是有一点 他把许优留在营帐里面 就相当于把它扣成人质 但是紧接着曹操就派了所有大军 把他手底下所有能够的精兵强将 全部派到针对许优提供的情报 派往乌朝 所有的一切力量都是为了乌朝 所有战略目的都是为了乌朝服务的 所以说当你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弱势 尤其是绝对弱势的情况下 突然有人从对方那边过来 愿意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里面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算是装样子 哪怕是最好装样子 像曹操一样赤脚出来 你装样子也得装到位啊 更不用说很多时候 当你做一个明确的判断以后 你觉得我必须要充分的跟他进行联合 必须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 才能扭转这样一个强弱对比的形式吗 这是个很简单的判断嘛 那么西方确实有很多人 尤其在前几年 奥巴马等等执政这一段的时候 他们对于中共的判断是过于乐观了 不是说过于乐观的估计了中共的好意 而是过于乐观了 估计了自己跟中共的力量对比 川普上台以后已经把这点扭转过来了 但是作为海外民运的 我不是民运 但是因为反对中共的主要势力是民运嘛 作为海外民运的这些成员嘛 我个人觉得你对于中共一直是被打压着 就算你最辉煌的时候也是被打压的 这个时候中共那边有人来投 有人来愿意跟你呼应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 我别的不说就说李树吧 李树你也能做到位啊 而这个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反例就是什么呢 就是北宋年间金国灭辽国的时候 当时宋辽边境有很多汉人的将领 就纷纷投降了宋朝 其中有一个平州的镇守平州的张觉 一开始投降金朝 然后投降了宋朝 宋朝先是接收了 然后又金朝过来要人 又把张觉给杀了 给他投送过去了 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很多投降宋朝的 当时原来辽国的汉人将领是非常的恐惧 其中有一个统帅院军 也就是当时战队里非常强的一支军队 院军的统帅郭耀师就这么说 今天交出这个张觉 明天是不是交出我呢 所以郭耀师很快就反叛了宋朝 然后作为经朝主力就一举把北宋给灭了 然后就有了靖康之难 第二个我们再说第二个态度 就是你觉得中共的末日将至 而且加速不断加速 很快就要灭亡了 这个时候从中共投靠过来的人 你是不是就可以随意处置呢 是不是就可以对它居高临下呢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孙子兵法》军争篇里面 有12个字简明额样 叫做归师勿恶 为臣必缺 然后穷寇勿魄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军队是在回国了 已经在回了撤退了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 回国的军队你还拦着打 第二个你围城要留个口子给人家 让败兵可以逃出来 免得人家围成铁筒一样 对方给你死拼拼到底 穷寇勿魄魄 就是穷寇莫追 人家都已经败了落荒而逃了 不要对人家赶尽杀绝 赶到脚里有点去 到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人家给你拼命呀 这个是战争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是在提醒你 当你觉得自己处于战争的一个优势方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不希望无谓的扩大自己的损失 本来可以大胜的 最后非得来个惨胜 这样你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战力 对于我们也像中国的该下之战 项羽跟刘邦那个时候打嘛 该下之战 刘邦对项羽就是三面包围 流出一面来就是让他可以逃走的 最后加上四面楚歌 所谓四面楚歌其实就是三面楚歌 这样子把军心不稳了 最后项羽剩八百级跑到吴江边自稳了 那么还有呢 像蒙古啊 那时候蒙古打经朝嘛 最后灭亡经朝前的最后的一场重大战役 三分山之战 就是蒙古大概只有四万多的骑兵 对于这个经朝的十几万 重骑兵跟重步兵 在三分山也是一样子的 围定了四边就故意留个口子 这样子经朝的士兵最后发现打不赢了 而且天寒地冻 最后士气瓦解 就开始从这个口子就不断地溃逃 最后全军覆没 蒙古人特别擅长用这种战术 为什么呢 他们从小是打猎的嘛 打猎嘛 不管是猎鹿啊什么样子 他们都是这种战术 一个口袋 然后口袋漏个口子 让你把猎物赶往这个口子 蒙古人当时西针打到最西面 那叫匈牙利 很多人都知道蒙古人最西面打到匈牙利 蒙古当时在匈牙利的最后一战 就是在匈牙利的赛约河边跟当时匈牙利的国王 统帅了十几万的重装骑兵跟步兵决战 蒙古首先通过机动战 机动把匈牙利打回自己营寨里面去 然后把营寨为好 流出一个空档出来 然后猛攻这个营寨 猛攻之下 匈牙利军队就开始从这个口子撤退 最后被蒙古一路屠杀 都是这个路数 所以从一个战略角度上讲 如果你觉得你是占优势的 同时你又希望战斗尽快结束 而且你自己付出较小的代价 那么这个时候你最明智的方法 就是鼓励对方士气瓦解 然后溃逃或者投降 怎么鼓励呢 留个口子呀 昨天我在看大V怼蔡霞的过程里面 我就看到他瞄准到蔡霞的退休金问题 说你这个退休金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无权享受这个退休金 拜托你想一想这句话如果说 如果说中共内部有人确实是有这个想法的 说我们是不是中共应该放弃掉了 这个时候听你这么一说 我把中共放弃掉了 我的退休金都没有了 我下辈子要凭病困恶而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故意把这个口子给堵上 让别人在里面给你死瘦死磕 蔡霞教授说的一句话 我是相当支持的 他认为体制内的精英跟体制外的精英 是有合作的空间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形式 它是一个精英的治理方式 它是抓紧5%的精英 让这5%的人去统治剩下95%的人 所以精英在中国的命运只有三种 第一个你被招安 第二个你不说话这种人也是少数 第三个就是更少了 就是你不听话 不听话我就把你不管是控制起来也好 或者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蔡霞教授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第一拨人 就是体制内被招安的精英 这部分人占了绝大多数 百分之八九十 这一部分人现在觉得 里面有很多人觉得跟中共绑在一起 最终自己会一起掉入火坑 所以希望跟其他的体制外的这些 要么不合作 要么甚至直接反对中共的这些精英 联合起来 大家把中共扳倒了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合乎人性 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 这也是海外很多有识之士 在很久几十年以来 所不断致力于去推进的这样一个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 这种可能性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 反而你要说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审视一下 审查一下这拨人呢 第三种人就是认为中共 跟反对中共的力量 尤其随着现在西方的觉醒 中共跟反对中共的力量 是处于一个军事的天平是平的 这个时候任何一点异动 都会导致天平向这边或者向这边倾斜 就有人说 这个蔡霞你是不是有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呀 就像当年希腊军队攻特洛伊城 最后久攻不下 谁也吃不了谁 就把这个木马放在门口 让特洛伊人搬进去 最后肚子里面钻撞军队 就理应外合 把特洛伊城给攻破了 你这蔡霞是不是想这样理应外合呀 特洛伊木马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嘛 它是不是特洛伊木马 你把你肚子里面捅穿了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货色不就好了吗 那么我说肚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理论呀 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你是怎么看中共的 尤其是你是怎么看马克思主义的 中共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这种东西的 其实蔡霞教授 因为她是搞理论的嘛 她有出过很多的文章啊 书啊 讲她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的 你通过她认知的变化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了解 她到底是不是木马 她如果是木马的话 这一看就很清楚了嘛 我记得蔡霞里面讲到一个 她讲马克思主义里面 讲究的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 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每一个人是放在所有人前面的 那么就必须把每一个人的权利提升到思考的原点 制度合不合理 公不公平 社会公不公平 不再是抽象的讲是多数人 少数人 而是每一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 这玩意不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嘛 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说我的小屋子再破 风可以进 鱼可以进 你国王不能进 我一个个人权利 我再渺小再卑微 我的权利是有底线的 这个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嘛 所以我看很多人网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反驳它 其实你看这些反驳 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嘛 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子 马克思主义说白了 它里面有很多理论的 第一个在哲学层面上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它落实到大众理论普及开来 然后尤其是落实到实践层面 就会迅速的变质 就会迅速的变成一场灾难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从理论方面 把这东西理清楚的 共产主义理论上讲是好的 那么最后实际操作 每一次都是最后一团糟 都是一团灾难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把梳理清楚 通过跟蔡霞教授进行公平对等的讨论 我们相信可以让更多的人开启明智 不管你是信马克思主义还是不信马克思主义 有一点共产党讲是不忘初心 习近平讲的初心其实就讲毛泽东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共产党人 尤其是老一辈的共产党人 那个时候他们的初心其实是好的 他们希望就跟现在很多西方很多白左一样 他们希望公平和平什么东西的 他们希望是这样 但问题是希望跟最后的实现往往是相反的 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鲜花扑旧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对于共产党也好 对于共产党原来也好 这个认识一定要避免落入一个脸谱化 像共产党那样把什么人都脸谱化了 就说你只要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员一定是整天脑子想怎么拨人的皮 抽人的筋 还有一点 共产党老是把人民挂在嘴上 代表人民枪毙你 我觉得反对中共的人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整天把人民挂在嘴上 人民怎么样 人民怎么样 在大VP这个蔡霞里面最集中的一点 我也是最看重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他觉得如果蔡霞追讨退休金成功 原话等于老百姓继续为中共打手养老 支持蔡霞的人是贱吗 脑子里有屎吗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 蔡霞它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邪恶的 所以将来推翻了共产党 所有的共产党员 尤其是做党政部门的 必须把养老金全部咔掉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 当初东欧巨变的时候 东德跟西德合并的时候 柏林墙倒塌嘛 东德和西德合并 不是说一倒大家就立马合并了 双方还是签了一个统一条约的 就什么呢 合并归合并 以后是怎么办 会不会有人秋户算账 东德的人也要掂量一下 如果你秋户算账的话 我给你拼了 所以双方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共识 最后这个共识就是统一条约 那么统一条约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规定 就是关于法律方面的 统一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用西德的法律 但是在统一之前 东德发生的事情 如果它是违反了西德法律 但是没有违反东德法律 我是不能治你的罪的 不能够数级以往的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什么枪口抬高一厘米 就是东西德边境 当时很多人就翻越边境柏林墙 这个时候东德士兵开枪就打死人了 那么战后合并以后就要说 当时东德士兵开枪打死人 你有没有罪啊 经过了一连串非常复杂的争辩 从法律方面的争辩 最后是判断判定 这些士兵首先他并没有违反东德法律 但是东德的法律本身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执行一个有问题的法律 你自己算不算有问题 那就涉及到了你自己对于法律 有没有认知等等这一系列论证下来 最后结论就是什么呢 这些人他们是有罪的 他们执行这个法律是有瑕疵的 他们盲目地去执行这个有瑕疵的法律 是有罪的 但是可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是可以加以宽恕的 最后这些人都轻判了 而且都是缓刑 一天牢都没有做 所以说按照大V角度来讲 就是说革命成功以后 要按照革命成功以后的法律 来对革命成功之前的行为 进行一个制裁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哪怕不是从我们刚才讲的战略角度 就是你要想赢人家 要给人家一条活路 哪怕你是从单纯讲道理的角度 也是说不通的 我们再来看以前东欧巨变的时候的例子 所有的东德官员 包括党政干部的养老金 是照发的一分钱不少 德国的统一社会党 其实就是德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 他当时也是照发养老金 但后来他因为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 他虽然没有违反东德的法律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士兵 他是开枪的士兵 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他最后还是判了刑 但是判刑出来他的养老金 只是打了七折而已 还是发的 而且还是不少的 这个克伦茨是东德的共产党里面 相对比较开明的一派 在他之前他们推翻了 就开明这一些的共产党人 他们推翻了上一任书记的昂纳克 在东西的统一以后不久就死了 但是他的遗孀一直领养老金 每个月1500欧元领了几十年 可能到现在还在领的呢 东欧的所有国家 甚至包括当时唯一发生过流血冲突的罗马尼亚 公开枪决齐奥塞斯库嘛 罗马尼亚也同样是沿用这个原则 对于罗马尼亚之前的共产党干部什么的 都是既往不休的 同时你们的养老金退休金照发 我们就不说东欧吧 我们再往前推一点 纳粹德国 纳粹德国战后 纳粹的士兵 军官党政机关甚至党卫军 养老金照发 直到现在还有纳粹当时的军人在领养老金 你信不信啊 这个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的底线 讲道理啊 据我所知 欧洲有很多极左政党 他们打着反纳粹其后去反右 要极力剥夺这些人享受养老金退休金的权利 但是据我所知很少有成功的 你想象一下 当时东欧巨变的时候 你打个牌子 要清算所有共产党及其走狗 共产党会那么容易把政权拱手向让吗 反正我当时看到这条推特是非常的气愤 你知道这个东西不管你从战略上讲 还是从道理上讲都是说不通的 说了这么冠冕堂皇 以人民的名义说的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极左的 也是共产党最大的罪恶所在 你这么做跟共产党没有两样 最后我给大家放一段我以前讲过的 关于我是怎么定位我自己这个油管自媒体 希望给您一些启示 这个鸭子还在天上飞呢 咱们还是先别讨论 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好吧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们先一起把这个鸭子打下来吧 别自己成了鸭子了 我的个人水平其实我觉得是相当的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是不如很多我比较佩服的一些人 有很多人其实在国内的 他们不管是对于西方文化 还是对于整个民主自由价值观也好 还是对于很多的知识储量也好 包括表达方式也好 都是比我要好的多的多 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是不能说 说不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唉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 事无英雄 虽然数字成名 我们不说事无英雄 而是英雄现在都被压制住了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数字 就可以有这样一片天空 中国言论市场的放开是一定会的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不得不的问题 到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做有益于这个方向的事情 而不是去加深这样的印象 就是墙里墙外都一样